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新年當然要用新玩意化一下妝 今天有很多產品,應該都是你們有興趣的 例如剛剛才伸出的巧克力眼影盤 或者是昨天投票出來的結果,Chanel粉底 我真的馬上去買,然後今天就拍片 如果你也想知道,究竟今天的妝容上用了多少新的產品 然後他們即時的妝效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就由素顏開始 好像每一年的新年都要逼大家見到我素顏 但我想你們都習慣了 現在一把痕是有一點點凸起了 然後旁邊的橫痕都很明顯 加上最近眼紋大爆發 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批全部都爆得很厲害 一笑的時候,看不看得到? 很厲害的那些紋 我現在研究有什麼眼霜可以幫助這件事 今天隱形眼鏡,我會用OLANCE的Honey Shine啡色 它的花紋是有一點啡啡金的顏色 我覺得很漂亮的 我的習慣都是滴一滴的保濕液 遮瑕我也是用Tarte的 一些我本身已經在用的產品 今天就不多介紹了 主打跟大家說一些新玩意 這支我想了很久買不買的了 靠大家投票才令我的起心肝 真的是全新的 剛剛才開第一批出來 它的質地看不看得到? 是很薄很薄和很滑身的 好像很白的 糟了,會不會選錯色呢? 昨天IG的投票就是Chanel這一支 還有Chateau Brie的 其實我最後因為ASOS減價7折 都是買了Chateau Brie的 但是那個只要等它到 這個粉底是有明顯的香味的 Chanel通常的化妝品都會有香味的 然後是比較透薄 遮瑕度相對上沒有那麼高的 之前用過一支sample是覺得蠻喜歡的 但是身邊有買的朋友 都是覺得它一般般的 令到我很懷疑自己 究竟上次用的感受 是不是真的這麼確實 這次買了之後我就可以試清楚了 現在是上了一層的效果 可以做到均勻膚色 好像second skin那樣 但是遮瑕度相對上就比較低了 那些一環環、那些bar 都很清楚可以看到的 可以測試粉底 我用的色號是B20 剛才擠出來就會覺得有一點偏白 但是上到臉又不是那麼明顯 可能它真的比較薄 現在我再試試上多一層 看看會不會有厚粉的感覺 我近一點拍給大家看 它不會很快設定好 很難拍開的 我也覺得很喜歡質地 略嫌的香味就濃烈了一點點 買開粉底的時候 BA就說這個2號色 剛剛才翻貨 我就忍不住 不如買一買吧 都斷了那麼久了 它是一個胭脂 還有唇都用的膏 顏色是不是超漂亮 我可以畫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雖然一會兒也有胭脂 但是呢 它是要在碎粉之前上會好一點的 它也挺容易印開的 有一點點黏黏感 但是一會兒會再上碎粉 所以就不需要太擔心 碎粉呢 這樣摸下去完全沒有粉感的 我不是說這陣子眼底的紋很厲害的 就算平時的碎粉有多幼也好 我一笑就會炸出來 是挺恐怖的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盒 專貨眼底的碎粉 看看會不會有改善 碎粉我是想用NAS的 但是應該放在長洲 所以今天呢 繼續用MAKE UP FOREVER 我剛才很喜歡它是非常透明 很薄 然後做到一個定妝的效果 不會太影響到粉底的妝感 兼且它的粉撲是很舒服 雖然要分開妝 但是呢 我都真的蠻喜歡 沒得出去修眉 我的高低眉又出現了 它長了一些雜毛 這邊的尖尖就會向上 大家不要介意 來到陰影的部分 就是ETU的這一盒修容粉 其實你看到呢 我用一用就已經見底了 大約一個多月左右 的確我覺得它是挺容易控制 粉拿完之後 就不會完全無感的 但是呢 我就覺得它真的是 比較快溶完的一盒 憑下面的貼片大家都知道的 我用深色那邊是多很多的 分享一個趣事給大家聽 買這一盒修容粉的時候 售貨員是跟我說 你買一號色就可以了 二號色是給膚色深的人用的 然後我心想 怎麼看依依也不是白 我也是皮膚健康膚色的人 所以一意孤行 我就買了這個二號色 我覺得自己的決定是沒錯的 你會看到掃了這麼多下 它也是比較自然的 不會一掃就變成 霉 超級顯色那種 所以我覺得非常適合一些新手的朋友用 來到眼影的部分 麻煩大家放下手頭 做的任何一件事 準備尖叫 看看我手上的巧克力盆 太多朋友問我用後感了 所以摘了今天 良神吉日 準備幫它開光 試了一些牙色 它的鹽展性 都不錯喔 淡淡的 再來兩個珠光色 嘩 好顯色呀 想讓大家看看 它不算飛粉的 而且閃粉色 是有一點濕潤的感覺 就在這裡 嘩 看不看得到呢 它是有幻彩的 它有不同顏色的閃粉的 這個真的要自己 這樣近距離 欣賞一下 我明白的 這盒的眼影 其實每個顏色 大家家也有機會有的 但是合起來 加起來 它是像巧克力一樣的 一格格 是令人難以抗拒 事不宜遲 我們先畫上眼 其實我都用過這個牌子的眼影 它的粉質是滑的 是細的 但是呢 顏色方面 就會比較上 偏向淡一點 簡單來說 它就是用一些 很少的深淺層次 去做了一個立體感出來 如果你是追求那些 快靚正 一畫出來 就很顯色 然後很簡單 一個主色 一個深色 一個閃粉 做的一個眼妝的話 這個牌子的眼影 我就覺得不太適合 但是如果你是追求那種 精緻眼妝的話 我覺得它就很適合了 我用一個珠光的深啡色 去把眼線慢慢的 滑開 它也有少少跌粉在我的下眼圖 但是呢 就不嚴重的 大家應該都會看到的 就算是深啡色 它也不是說一畫 就很明顯的 和剛才的顏色 它們好像融入為一體 但是又有少少的不同 少少的漸變 買眼影的時候 它還送了一支 細細的眼影掃 那我就試一下 用來上閃粉的顏色 這一支的眼影掃 真的比較雞辣 它很硬 我決定用手相 好像快一點 應該只是做點綴 我太大膽了 直接這樣滑上去之後 現在有點浮誇 不管了 豁出去 玩新化妝品 有少少的失誤 是正常的 我現在手指上面的閃粉 好像金屬式一樣 它們不是說很滑的 反而有少少星沙 有些火粒感 有些火粒感 輪到胭脂的部分 大家可以再尖叫多一次 這個是TOOFACE的深深胭脂 打開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 那些顏色 真的漂亮得一聲 這個顏色 我是覺得像烏龍玫瑰色 就算黃皮膚白皮膚的人用都適合 我個人很膚淺 看到這麼漂亮的胭脂 就會覺得 它一定是只有樣子 第一次用 就把胭脂掃了很多粉 一掃上臉 糟糕了 超級顯色 所以現在 我就要輕力一點 只是拿了兩下 然後一掃開 看到嗎 它是非常非常顯色的 真的拿一兩下就夠了 已經有現在這個紅潤感 而且大家可以放心盡情的拿粉 那些小兔子不會太容易就掃走了 不過它真的會飛粉 打亮方面 我用HEMI這一款 最近好像沒有賣新的highlighter 隨便找一塊 大家平時少見我用來化妝的示範一下 它也是浮誇款 你會看到這個C字位很厲害吧 通常上完highlighter 我都會這樣印一印走光澤 免得太過誇張 最後唇膏都是來自Too Faced 他們最新系列 Lady Boat 它的唇膏頭 都是做了深深的形狀 第一次用的時候 我是很驚訝的 看到嗎 超飽和 超顯色 超純滑 而我在嘴的時候 我會盡量輕手一點 然後慢慢拉手指 再推開它 這個顏色雖然很飽和 但它絕對不厚重 不會張著嘴唇 也不會上面有層膜的感覺 是很舒服的 然後它沒有特別修飾唇 但也不會卡死皮 不會卡紋的 你會看到非常滑的唇膏 它的顏色是偏肉桂色 叫做Comeback Queen 我最近很喜歡 把它放在袋裡 幫我平日出街的時候補妝 好了 妝就化完 不知道大家第一印象是怎樣 我自己覺得很精緻 然後很有質感 看上去完全不厚重 不像用了那麼多不同的化妝品 在臉上很輕盈 好像會呼吸 而且現在這個天氣 摸上去是很乾爽 一點黏黏黏的感覺也沒有 而且它也不會很兩折色 暫時對於粉底 或者其他化妝品 都是滿意的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個 新年新滿意妝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六更早三更 以及一更早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suff Menschen b 好 的 suff 他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